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瑶 这边已经天黑了 一到天黑就想吃点宵夜 我这两天特别馋新疆炒米粉 正好在附近看到了一家新疆餐厅 今天我们就去吃新疆炒米粉还有烤串 我要一份鸡肉炒米粉 一个烤包子 一个烤包子 可以吗 可以 再要一个羊肉串 两份羊肉串吧 好的 就先这些吧 谢谢 烤包子先上来了 尝一下 它这个烤包子有点小 味道还是不错的 表面的皮像饼干一样 价也很多 是羊肉串的 不辣 是五香味的 诶 我忘了给他说我新疆炒米粉要什么辣了 我刚才点了一份新疆炒米粉 烤米粉 然后你帮我给他说要爆辣的吧 爆辣 对 羊肉串 还是挺好吃的 油脂很香 这个肉肥瘦相间的 我感觉这个肉 比上次吃的那个牛堡里面的那个肉好吃 都是羊肉 都是羊肉 但是这个羊肉吃的 就是它不怎么删 我的新疆炒米粉 这个闻的好香啊 你看 我这个要的是爆辣的 但是感觉它好像不是很辣的样子 这个里面的皮辣结也很多 就是颜色看起来不怎么生 先尝一口 太烫了 辣的话倒不怎么辣 就是很香 这个米粉很Q弹 也很有嚼劲 再放点辣椒油 它这个辣椒好像和我们平时的辣椒不一样 有点像剥椒 这个草米粉的酱香味挺酥的 而且我觉得它不是很辣 是有点偏香辣的那个 不是辣的让你难受 嗯 好吃多了但是我觉得 不够辣 嗯 这个才有这个爆辣的味 嗯 嗯 嗯 很酥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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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爽啊 新疆草米粉里面的粉 应该和土豆粉里面的粉一样吧 就是这种圆枯的 这种圆枯的 我发现我的食欲一天和一天不一样 有的时候就能吃很多 有的时候就吃一点就觉得饱了 今天这顿饭就到这里啦 如果你喜欢今天这支视频的话 不用了 点赞平时收藏哦 下周见拜拜